我们后边的重点是在Line Integral 所以我们是对一个负变的函数积分 其中负变的函数本身 我们可以说FZ 会等于UXY再加上IVXY Complex Plan OK在一个负变上面的一个平面上面的一个路径 假设你可以这样子积分 就可以把它全部算完了 那也就是我们要分出时数跟叙数项分别积分 OK 现在常常这一串的就是同时 或者是第二个式子呢 是说你可以将路径写成 写成Z跟T的一个函数 而且其中T是在A跟B之间 OK从A出发一直到达B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积分呢 就可以写成怎么样 由A到B 这个时候F函数里头Z呢 我们就用ZT的函数下去代替 然后后面再乘上Z T这个函数呢 对T的微分 然后再积分 这样就好了 OK非常简单对不对 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呢 看起来好像都没有问题 那现在呢最主要问题是在紧接着下来 我们会有很多状况 状况A呢是比较简单的 假设我们有一个Domain D OK Domain D 假设在这里头呢 我们有一个路径的积分 或者是你是个密闭的路线积分 都可以 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状况A是说 假设FZ and大的FZ are analytic in D 在D里面呢 它全部都是可以解析的 OK C呢 R is in D2 C的路径呢 也在D的中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有 两个状况 我们积分有1 2 现在第三种状况 那就是说 假设呢 你从A 我不要叫A好了 叫Z0 这个叫Z1 OK 我们从Z0呢 G到Z1 的FZ DZ呢 发掘了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呢 它跟什么啊 路径没有关系 对不对 记住哦 这边的要求是 这个积分里面 这整个的函数 这个叫FZ呢 在这D里面 每一个地方都是可以解析的 每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路径 C 一个环状路径 或者是只是其中一段的路径 也都在D里面 没有跑到外面来 假设它是个密闭的 那不只是线的本身 里面也全部都是可以解析 OK 所以到此为止 看起来啊 非常非常容易 但是紧接着下来呢 我没有状况 B 它指的是什么呢 指着是我们一样有一个 Domain D 但这边有某一点叫Z点的 OK 我们说啊 F Is Analytic In D 它的D里头呢 全部可以解析 我把GZ呢 Is analytic In D Except 除了 Z点 OK 所以说这两个函数不一样 FZ是说在D里面全部都可以解析 包括Z点的这一点也是可以解析 但是G呢 在D里面都可以解析 除了Z点的这一点之外 所以这两个有很大的不一样 OK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 1 2 3 4 状况AB我们也重新编号 好吧 我看看 这个叫做A 这个叫B 这个叫做E 这个叫2 OK 那么我们现在第三个状况 假如说GZ呢 跟FZ其实很像 你只是FZ啊 下面除以Z减掉Z0 那当然了 当Z等于Z0呢 这一点的时候 因为分母等于0嘛 但是整个就发散掉 对不对 就不行了 那么假设是这种状况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 假设你是对GZ积分 记住 它有一个点 不可解析就在Z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呢 它会等于2πi 乘上F 将Z等于0这个点 带进去的字 那么其中的C啊 请记住 它是一个closed path in D D上面一个密闭的曲线 它包含了什么 Z的这一点 也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条路径 Z OK 这样子马上就可以知道 我怎么知道可以这样子呢 难道乱算一通了吗 当然不是 因为在这个地方 尤其第二个方法 很快的呢 它就可以算出一些 很特别的试试出来 比如说 我们可以算出来 Z的complex conjugate的积分 它会 假设这个C是 aunic circle 那么它的 解零2πi 假设呢 你算的是 Z减掉Z0 分之底Z Z减掉Z0等于0 好了 简单一点 比如说是这样 这个C一样 是一个unic circle 那么 它也等于2πi 照算 不误 假设你是这样子 啊 好了 我直接写成 假设是这个样子 那么 C呢 是包含Z0的 这一点的C哦 a circle en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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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包含了Z0的这一点 那么它的简呢 也是2πi 那因为上面都是1 所以当然2πi乘上1啦 要不然呢 你就把Z0的这一点 带进去上面这个函数FZ 记住FZ在所有的地方都可解析 只是因为你下面除了一个这个东西 导致于它在这个点上面 这整个的函数 叫做G of Z呢 本身不连续 本身发散料 OK 所以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那我们呢 再来 还有个很重要的状况 什么状况呢 完全一样 只不过我现在啊 domainD在这边 我这边可能有很多个点 这个叫Z0 这个点叫Z1 这个点叫Z2 OK 假设是这样 那么我们一样说 FZ is analytic in D OK 一定是这样子 C is in D 假设有个路径呢 也在这里面 OK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基本要求 但是 G over Z呢 is analytic in D except 除了什么 Z0 Z1 and Z2 除了这三点之外 它全部都可以解析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想想看 我们要怎么办 OK if G over Z呢 可以写成FZ 除以 Z-Z0 Z-Z1 Z-Z2 假设可以这样子写 那么我们的积分会怎么样呢 我们就说 这个会等于什么 这就看什么是C1 假设C1是这个 这条叫做C1 很明显的C1 包含住谁 Z0而已 有没有包含住Z1 Z2 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很简单 我们呢 就点2πi 然后呢 我们不要看 Z减到Z0 好像刚刚在前面这个case一样 Z减到Z0 在下面 最后一定是2πi 乘上 上面分子这个地方 在Z0的值 对不对 所以呢 假设我们现在C1 是刚好包含住Z0的 那其他的这一大串 通通叫做分子 它完全不在Z0之内 那我们就2πi 乘上后面这一串 怎么样 通通带入Z0 那这边就Z0减掉Z1 后面就Z0减掉Z2 对不对 答案解决 OK 好 假设是另外一个路径 假设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有个C2啊 是这个样子 那你告诉我C2八番处是谁 Z1跟Z2 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呢 对着整个的函数 刚刚好有两个地方 让它发散 那这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 记不记得 当我们有一个 斗面是这样子 假设里面有几个区域啊 不包含在你的斗面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怎么来分析它 我们的习惯就是从中切开来 然后你们有没有发觉 下面这一圈 我这样子画 画这样 算了 我把它弄成符号来代替好了 下面这一圈 从这边开始 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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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这边 这边之后刚好回来 对不对 假如说我现在从这一点出发 用黄色的这样绕 然后这边就开始回来 这样子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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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发现 这一圈黄色的这个路径呢 本身也是在 可解析的范围之内 里面有没有包含住 不可解析的点 没有 所以绕分彩也等于零 所以我只要把上下两个零 两个绕分把它加起来 你很快就发觉 相当于外围这个绕分 这个线的绕分怎么样 因为一个过来 一个过去 刚好重叠互相抵消 一个过来 一个过去 刚好重叠互相抵消 一个过来 一个过去 也抵消 一个过来 一个过去 也抵消 相当于外面这个积分 加上里面这三个小积分 要等于零 因为两个零相加 当然还是等于零 只不过 这三个小圈圈的积分呢 方向刚好跟我们习惯不一样 所以你把它倒过来 变成逆时钟了 就变成减了 就变成外面的积分 减掉里面三个小积分 等于零 那是不是外面这个积分 等于里面三个小积分的相加 对不对 也就你有这么多个点 我就通通都给你算就对了 外面一个积分 这个积分呢 包含住这三个不可解析的区域 就相当于这三个小圈圈的积分 OK 等合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C2刚好包住Z1 Z2 那是不是 我C的 C2的这个积分呢 会变成两个很小的积分 绕着Z1跟Z2的积分 对不对 那这两个很小的Z1 Z2的积分 不就相当于单一一个点的积分了吗 那就是二排I 乘上第一个F1的点 Z1的点 我们就代Z1 因为它包含Z1 除以 那这个时候你讲的是Z1 Z1是指它包含住它 对不对 我在讨论第一个 只包含住Z1的时候 那其他就相当于没有被包含住 对不对 所以呢 它会等于Z1减掉Z0 乘上Z1减掉Z2 再加上第二个包围住Z2的这个积分 包围住Z2 那相当于前面两个 跟它没关系啊 Z2减掉Z0 Z2减掉Z1 答案跑出来 假设我有一个 叫做完整的Z 三个通通包含 那它的解会等于什么 二排I乘上 包含住它的积分 加上二排I乘上 包含住它的 Z的积分 会相当于 绕它的积分 加上绕它的积分 加上绕它的积分 三个积分相加 每一个积分在加的时候呢 只看自己里面的这个点 就要像这边 绕Z1的这个积分 就像二排I乘上怎么样 跟Z1发向的这项 没有关系的 其他的Z通通都用Z1带 的数字 答案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重点只是在于 你怎么判断 而不在于它应当怎么算 OK 好 算到这边看起来 好像都很容易嘛 对不对 因为这边基本上 就是丢进去算一算 然后我们的经验 告诉我们 可以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都背诵 这一边的 类似的经验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更进一步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假设 is analytic indeed accept Z等于Z 假设这一点 它发散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GZ呢 它可以写成什么 第一个 它可解析的部分 可以用tide展开式 来表示它 这个是tide展开式 A1N呢 今天你把它看成 跟什么 跟阶层 跟微分有关系的 这个就变成tide展开式 但是呢 它还要再加上很多 加上很多 加上很多项 就看看你在z等于0呢 这边有几个解嘛 有几重嘛 那我们发现 这个弄完之后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怎么样 因为B1呢 可以写成2pi 分之1 GZ DZ 可以写成这个样 假设你这个loop呢 包含住Z等于 那么这样子一来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相反的 我们有个函数的积分 它会等于2pi 乘上B1 对不对 那这个B1 就是它的residue 这个好像上面哦 这个积分就等于2pi 乘上个什么东西 那就代表我们后面 这个就是它的residue咯 对不对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原来呢 靠着这种展开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 好多状况 不过我前面 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啊 我都举得很单纯 因为在分母的地方 我有Z减条Z0 对不对 但Z减条Z0呢 都是几次方的 你告诉我 都是一次方 假设我Z减条Z0 假设这边是M次方 这边是N次方 这边是五次方 那你怎么办 我能不能很简单的这样写 势必不太行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进入一个什么 Multiple OK 在此之前我们先定义几个 The residue 我们怎么定义呢 写RES Z等于Z0的这个点 The GZ 我们把这个 叫做GZ 在Z等于Z0的这一点的 Residu OK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写的方式 OK 那么根据这边来讲的话 根据这边的例子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假设这边只包含一个点 或者包含很多点 不管它 我只要每一个点 上面的次方向 都是E的 这个叫做SimplePole 对不对 所以假设呢 我们只是个SimplePole的Case 也就是说GZ has aSimplePole at Z等于Z0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Residu 就可以这样子写 GZ的Residu 在哪边的Residu呢 Z等于Z0的Residu 可以等于怎么样 当然我们知道 它等于B1 可以写成为Limit Z趋近于Z0 在此之前呢 你先把GZ呢 前面乘上Z减到Z0 先把这一项把它削掉 这就好像这一边一样 好像这一边一样 这一边后面怎么算呢 后面是先把Z 减到Z0 这样沉进来 沉沉这整 这整个叫GZ 你妈沉上Z减到Z0 是不是相当于 没有看到它 剩下的就是后面 后面这个部分呢 再把Z 用Z0带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写 就绰绰有余了 没有问题 不过这个都是 很简单的状态 对不对 假设你的状态 没有那么简单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要看看 你的方程是 GZ是什么形式 假设GZ的本身 可以写成为 分子 PZ 除以分母 QZ 假设可以是这样 OK If GZ 可以写成 PZ 除以 QZ 假设可以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residive 就会等于什么 PZ0 除以 Q 微完分之后呢 把Z带Z0 就是了 而且这里面呢 PZ PZ 一定不可以等于 这样子算也可以 OK 或者呢 你是 Multiple 什么叫Multiple 这个SimplePole 我就打个example GZ呢 可以写成FZ 除以 Z 减掉Z0 假设可以这样子 什么叫Multiple Multiple 就是说GZ啊 我可以写成怎么样 FZ 除以 Z 减掉Z0的 M 次方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它的residive Z等于Z0的residive呢 本身呢 就可以写成什么 1 over M 减掉E的阶层 Limit Z 区均于Z0 D M加E 除以 DZ M加E 的什么 Z减掉Z0的M次方 乘上G Z 可以这样子写 OK 基本上 讲到这边 就有一点像 我们在复习 一直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在复习上一次 所讲的东西 好 复习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OK 证明 证明 这个 再来这个 再来这个 123 Proof 1 好 第一个 我们知道 在我们目前这个状态下面 GZ呢 可以写成什么样 假设很简单 它只是个 SimplePro SimplePro呢 就代表它只有一个点 而且只有一阶 所以事实上 你展开来 基本上 就可以写成什么 B1 Z 减掉Z0 再加上B2 再加上A0 再加上A1 再加上A2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要求呢 它一定是在 一个收敛范围之内收敛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个SimplePro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叫做第一个式子 我们把第一个式子呢 前面乘上 Z减掉Z0 而且让Limit Z趋近于Z0 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假设我们这样子做 是不是 这边就变了Limit Z趋近于Z0 Z减掉Z0的GZ 对不对 E嘛 左边是等于这样 那右边呢 右边也是一样啊 Limit Z趋近于Z0 Z减掉Z0 然后再乘上 原来右边这一大串 等于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沉进去 那我们是不是等于 第一个 两个互相抵消掉 所以就剩下B1 第二个A0 乘上Z减掉Z0 第三个 A1 乘上Z减掉Z0的平方 加上A2 Z减掉Z0的三次方 然后一直加下去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我们Limit Z趋近于Z0 Z B近于Z0 就相当于把Z 用Z0来取代 就里面这边的Z0-Z0 Z0-Z0 Z0-Z0 大家通通都不见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 B1 所以B1就是什么 就是 The Residue 不就是 我们的什么 Residue吗 所以Residue 用这样子来写 可不可以 可以 就在这个地方 OK 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子计算 所以 非常直觉 好了 我们来Prove 第二个 第一个知道了之后 第二个 就非常非常非常直觉 对不对 理论上 不应当有任何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把 好 我们把 Z 对他做 泰勒展开式 对着哪一点展开 Z0这一点 对他做展开 但现在有个问题 Z 再等于Z0的这一点 没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子讲吗 应该可以嘛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呢 我看看 假设有个函数 我先在什么地方写一下 我先在这边计算一下 假设有个函数 FZ 它是科解析的 那我可不可以 对着它做 泰勒展开来 泰勒展开 就变成Z0 再加上 加上什么 一阶层分之一的 F一次方微分之后 再把Z0带进来 乘上Z减掉Z0 再加上 二阶层分之 二次方微分 再把Z0带进来 乘上Z减掉Z0的平方 这样一直下去 对不对 好 那么 假如说 我看看 假如说 我现在把一个函数 QZ 我把它展开来 是不是我可以写成 Q 在Z减掉Z0 再加上 一阶层分之 Q一次方微分 再把Z0带进去 后面成长Z减掉Z0 再加上 二阶层分之 Q两次方微分 Z0带进来 Z减掉Z0 的平方 一直下去 这是任何一个函数 是这样 但是 我们为什么会做 第二个的式子呢 因为 我们这个时候是说 假设 我们G的这个函数 就是积分里面 这个函数 是可以写成分母 跟分子 这两种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GZ 可以写成PZ over QZ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而且呢 这个呢 等于说PZ不能够等于0 它在任何地方都 它起码在Z0的这边 不能够等于0 它本身不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发散 唯一的办法就是底部 要能够发散 Z0 Z0的这一点呢 它会变成0 对不对 那事实上就是这个 假设这个就是Q的话 我们只是用下面这个函数来看 那么它在这一点 本来就是相等嘛 对不对 它要等于0 假设是这样子 这个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你看看PQ over QQ 这个 假设我们本来函数是这样子 它是不是可以看成分子跟分母 分子我叫做FZ 可不可以 就是PZ的意思 分子是谁 Z-Z0 Z-Z0叫做QZ 可以吗 没有人说不行嘛 Right 所以Q-Z0 把它当做函数 我能不能对它做展开来呢 可以啊 它又没有发散 假设QZ 减掉Z减掉Z0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假设 可以啊 它又没有发散 在D的斗面里面 通通都是合理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刚刚这个发散 因为当你把这个放在分母的时候 整个就发散掉了 0是有意义的 但你把它放在分母 它就变成怪怪了 就不对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QZ知道一件事 当你在Z0的时候呢 它是等于0的 OK 它会是等于0的 那这个时候 后面 我们先照样这样摆上来 所以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看看 QZ是不是就等于这一串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做了 它不是说 我们的residue啊 要等于什么东西 Limit Z 趋近于Z0 然后怎么样 P带入Z0 Q 微完分之后再 不对吧 我看看 这样子来讲 residue的 residue的 Z等于Z0 对GZ而已 记住一个Q一个G哦 不要搞混哦 我们的 假设根据上面的写法 是不是应该等于Limit Z趋近于Z0 Z减到Z0 乘上GZ 是不是等于这样子 但现在GZ是等于上面 除以下面 P除以Q 这个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然后你把这个带进来 QZ带进来下面 一带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干脆就 好好的写一写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这一大串 然后你这边有Z减到Z0 下面有Z减到Z0 是不是这两个刚刚可以互相削掉 对不对 后面都可以各削掉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呢 继续下来 这两个一乘七之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 PZ除以QPLANTZ0 再加上 二阶层分之一 QDOUBLEPLANTZ0 乘上 Z减掉Z0的一次方 本来是二次方 现在减掉一次方 然后你那Limit Z去进于Z0 一带进去的结果 它是不是等于 P的Z0 除以QPLANT 一次方微分之后的Z0 后面这些呢 全部都不见了 因为Z减到Z0 Z用Z0来带 就Z0减Z0 结果等于0 最后就变成这样 这个是什么东西 因为这一大串的 这边介绍 都是在算Residual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The Residual OK 所以呢 我们Residual呢 也可以用这样子来算 没有问题吧 好来 Multiple的来 我们再来做一次 Multiple的 把上面这个 稍微擦掉一下 Multiple是指什么意思 它指的是 GZ呢 你可以把它分开来 分开成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 BM除以Z减掉Z0的M次方 像B的M减1 Z减到Z0的M减1 一直来 一直到B1 Z减到Z0 加上A0 再加上A1 Z减到Z0 再加上A2 Z减到Z0的平方 这样一路加上去 Multiple的意思就是 你一展开来之后呢 它不会只出现一个Z减到Z0 一次方分之B1 没有这个而已 它还要加上很多其他项 Higher order的term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 你有Mth order of pole 哪一个pole Z equal to Z0 的这个pole OK 其中呢 请你记住一下 BM呢 绝对不可以等于0 要不然就不是Mth pole 好 我们把这个呢 叫做第二个式子 我们把第二个式子啊 做一件事情 前面呢 乘上Z减掉Z0的M次方 就好像这边一样 我们先乘乘看嘛 乘进来之后 我们是要微分 去limiter 再出于这个 然后就会变成它的resilium吗 我们来看看是否如此 好 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你就乘上一个Z减到Z0的M次方 是不是这个乘掉了 所以这个就乘上BM 那这个会变成什么 多一次方出来 对不对 这个呢 乘上B的M次方 你要B1 Z减掉Z0的M减一次方 再加上A0 Z减掉Z0的M次方 再加上A1 Z减掉Z0的M加一次方 一直这样下去 这个有没有问题 OK 好 那么 我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整个东西 我们也可以对它做泰特展开式 对不对 因为这里面 做的这些式子里面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是泰特展开式 只不过 这个是从上面下来的 因为GZ呢 直接就在这边 对不对 这个就是GZ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我们直接这样子做 然后我们对它整个做泰特展开式 泰特展开式的时候呢 我们看看 因为我们最主要 我们很想要知道的是B1 这个Residual会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B1就是我们要求的余数 那么在目前为止呢 我们这样做 这边只是这个样子 好 假设我们把它做泰特展开式的话 是不是这整个东西 要写成什么 它是不是要等于 第一个 这整个 这整个东西叫做HX HZ好了 对HZ 做泰特展开式 是不是第一个把HZ 用 就像HZ HZ 那Z Z0带进去 所以第一个把Z0带进去 前面就是0 Right 所以第一项是0 第二项呢 你要微完分之后 再把Z0带进去 它要微分 微完分之后把Z0带进去 但是它M次啊 你微一次它还剩下什么 M-1次啊 M-1次 Z带进去 结果怎么样 0嘛 你要对它做微分 不是要相当于两个吗 圈入要两个 第一个 它不动微后面 它不动微后面 你还是要把Z0带进来 还是0啊 另外一个加上 后面不动微前面 前面就是M乘上 Z-Z0 M-1次方 Z0带进去 也是等于0 要到什么时候 才不等于0 你要微了几次之后 才不会等于0 你看看哦 Z 现在问题是出在这个 对不对 我要微几次 之后 我把Z用Z0带进去 它才不会等于0 微几次 微M次 可不可以 微M次 我们试试看 微M次的话 第一次是M提下来 后面是Z-Z0 M-1 再微一次 M-1 后面是Z-Z0 M-2 再微一次 微到D M次 M-M等于0 M-M等于0 对不对 也不会啦 因为 微到M 微到E的时候 M 减掉M-1次 微到这个 它是不是只剩1次方 Z-Z0 再微一次呢 E 对不对 搞不太清楚 好好好 来来来来 Z减掉Z0的三次方 我微三次好不好 然后让Z等于Z0 微第一次 还没有等于Z0 是不是三乘上Z减掉Z0的平方 再微一次 三乘二 Z减掉Z0的一次方 再微一次 微两次 反正你要微三次嘛 第三次 微下来 是不是三乘二 乘一 对不对 变成M的阶层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时候 它才不等于 它才没有Z减掉Z0的这一项 要不然Z等于Z0 这一项 你把Z 用Z0带进去 就Z0结Z0 就是等于0 一直到达 DM次 是不是 这个是 第一次 第二次 对对对 就M次嘛 对不对 你知道DM次的话 你会得到什么东西 一大串东西 OK 假设你们不知道的话 你就把它展开来做一次 好不好 展开来做一次 你就设定个 只有三阶就好 你就跟它算一次 OK 最后面 它告诉你一下 B1 它怎么会变成什么 就你发觉 这一项 这个等于这个 四方向是一样 那B1等于谁 等于这个 这样子一来 它告诉我们B1 B1的写法就是这样 它会等于什么 M-1 接成分之一 M-1 接成分之一 G的 这个是 这是整个的 OK 在那边叫做H的 对不对 这整个的 怎么样 M加上1次放 抱歉 这边是H OK M加1次放 这边不是加 我真的超错 难怪两边不一样 这边是要减的 OK 要这样子才对 我超太快了 在乘下 在乘上 Z-Z0的 M-1 对 因为里面本来就这两个相乘 这个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整个就震出来了 OK 这样子 就可以 好 Multiple的例子 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个 Section 这边E要不要插 我这边可不可以插 不然这样好了 我把左边留下来 我刚刚上面是写什么 Red Z 定义成 这是SimplePorn OK 请看这边 假设呢 我们要积分积个角度 0到2拍 那当然就绕一圈 对不对 假设是这样 好 请问一下 你怎么积 看到脸就歪了 这个完全都不是什么Z-1什么的 都不是这种形式的 对不对 那这次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这个积分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形式 我说写起来形式很简单 没有几笔 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算 OK 所以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待 我们来看待怎么做 其中的F函数 它是一个什么 A real rational Function 一个实数的优利函数 OK 好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因为Cosin Theta 其实我们可以写成二分之一 Explanetial I Theta 再加上Explanetial I Theta 对不对 Cosin Theta 也一样画Hulu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让Z 等于 在我们这边 我们规定Z等于Explanetial I Theta 那这个是不是Z 这就是Z分之一 OK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的底Z 底Z 在这个地方会变成I Explanetial I Theta 就是变成I Z 所以呢 底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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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等于 底Z 除以I Z 对不对 所以假如说 我们这边的函数 可以做什么变换 起码我们的Z可以变换 Z可以变换 那我们可不可以 就把这个Z呢 写成为怎么样 F本来是Cosin跟Sine的函数 现在Cosin跟Sine都是Z 所以我直接就把它转换成为F 一个Z的函数 一个Z的函数 我把它转换回来叫做小F 好了 OK 那么后面Defeta就写DZ over I Z 那因为你这个是绕一圈嘛 就相当于我绕一圈的一个C 可不可以这样写 可以 OK 而且呢 我们要这个是一个什么 A Unicircle 等于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来解这一题 我把上面的这边擦掉 OK 我们这样子 根据那个地方呢 我们的Cosin可以用 Z加上Z分之一 Defeta呢 可以写成DZ 除以I Z 所以上面呢 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进化成为C 根据到2 减掉Cosin 减到2分之1 Z加上Z分之一 DZ除以I Z 对不对 整理一下 变成什么 负的I分之2 DZ 除以Z减掉 根号2 减1 Z减掉根号2 加1 我们晓得这个积分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Singularity Point 哪两个Point呢 哪两个Point呢 Z Z Singularity 它有两个 第一个是Z 等于根号2 加1 另外一个Z 等于根号2 减1 但不要忘掉 这个C是指什么 A unit circle 半径等于1的 你告诉我 C有包含住哪一个呢 包含住谁 这个 我们把上面叫编号1 下面叫编号2 可以吧 来 它包含住Z2的这一点 有没有包含住Z No 只包含住这一点 那就相当 我们这整个积分 就可以写成怎么样 负的I分之二 2πI 根号2减1的是这个 根号2减1乘上来 就变成这个分之一 然后把Z换成Z0 Z0就根号2减1 就换成为 根号2减1 就是这个Z 来减掉 根号2减掉1分之1 负4π 根号2 根号2 下掉 负2 负的正 答案等于4π 负1负2 负2 2π 答案等于2π 这样就可以算得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空间 我们不晓得怎么算 我们就把它转换到 负变的空间里面去算 一转换过来之后 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的积分 事实上就只是我们流速积分 叫什么 余速还是流速 管它了 residue的一个 一个做法而已 那答案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对不对 very simple 对啊 因为这个是0到2π 就刚好绕一圈 所以它才可以变成圈圈 假设你不是0到2π 那还得了 那就不是绕一圈 那就不是绕一圈 那那个时候要另当别论 另外再来做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介绍很多种方法 好像都在负变空间里面做一样 但是呢 事实上时数也不够负变空间里面的一个轴而已 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东西在积分 我们发觉我们可以把它转变成为负变空间的一个表示式 转换过去之后呢 这个积分就变得很好积 本来很难积的 现在变得非常容易积 而且呢 根本就连积都不用积 你要的是因事分解的功力强一点而已 那是国中的能力 对不对 OK 所以你又发觉 很复杂的积分 现在变成了 只要有大三应用数学的一点概念 再加上国二的数学实力 就绰绰有余了 Right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对不对 好 OK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Yeah 你说这边是吧 对 为什么是包图就好 跟二加一大过一 大一啊 因为我们这个C是unicircle啊 所以你要是在实数轴上面 X Y Y 假设个是1 你的C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这是负I 正I 对不对 你告诉我这一点在哪边 更好二减一 更好二是一点四一四 减掉一 零点四一四 Z等于零点 而且是实数 是不是在这边 零点四一四在这边 Z2 Z1呢 1点四一四加一 变成2点四一四 抱歉 连这边都不够 大概在这边 你告诉我C包围住谁 当然是Z2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OK 有没有问题 怎么每次要上 后面都上不到 剩下十分钟就下课 好 我们一定要快一点 好 我们趁着现在 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 我们趁胜追击 我们再讲一个 然后我们就下课 其他的我们礼拜三再讲 OK 好 现在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 Type 1 我们来讲Type 2 这个我要画掉了 这个我要擦掉了 有没有问题 好 我擦掉了 Type 2 假设我们现在积分是这样 我们有个积分是 从无穷大积到真无穷大 X是F的函数 F是X的函数 然后DX 那这些是不是全部都是 实数的积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看 我们如何用负变来帮忙 好 那我们这个呢 那我们这个呢 可不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写成Limit A趋近于负无穷大 A到0的 FX DX 再加上Limit B趋近于无穷大 0G到B的 FX DX 我可不可以这样写 当然可以啊 我只是把我积分 从负无穷大 G到正无穷大 从中间切开来 从0切开来 右边 你们的左边 是从负无穷大 G到0 只不过我现在 先写A到0 但A呢 趋近于负无穷大 对不对 这是微积分 教我们的计算方式嘛 先用一个有限值 带进去 再把它Limit下去 对不对 就可以算出 它的解出来 那右边也是一样 那有的时候 我们不喜欢这样子 我们为什么不一次呢 我把这个一个叫大R 负R到正R的积分 然后让R呢 整个趋近于 到无穷大就好了 对不对 OK 好来 好我们要注意一下 FX到底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If FX is a real Rational Function 你们好像很喜欢 做梦这个主题 有人做梦被妖怪追吗 有吗 好来 下一次要假装 知道吗 要假装 梦他解育暴在追我们 实验解育暴在追 解育暴在追你啊 那你就回头就把他掐死 OK OK 我们要求一件事情 请注意一下 请注意一下 这个东西呢 假设它要分出 分子跟分母的 我们要求啊 它的分母的地方 不等于 只要是十数呢 他就不会等你 OK 而且呢 分母呢 分母呢 的 order呢 的degree呢 一定要大于什么 分子的degree 不只是要比他大 还要 比他加二 还要大 比如说分母是什么的 两次方 比如说相当于Z的两 X的两次方 X的四次方 那分子呢 最多的次方只能到二 不能比二大 OK 好 假设是这种状况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limit呢 就会存在 这在讲些什么话 OK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在 说些什么事情 then 这个叫做 五的plan 这个叫做第五个四次 五plan exist 存在 好 我们现在呢 先从负数的积分 从头再来看看 怎么去看待这个 十数的积分 now let's start from 这个 OK 假设有个积分是这样 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 十数的积分 负数的这个积分 反正你只是绕个圈圈嘛 对不对 圈圈怎么绕 当然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啊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来看待这样子 反正你要绕个圈圈 好吧 我们这样绕好不好 我从这边 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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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这边呢 沿着十数走 然后呢 然后呢 绕一个半圈圈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没有人说不行啊 我把这个叫做负啊 这个叫正啊 假设可以这样子 那是不是代表我这个呢 我把这边叫负啊 叫正啊 那这个半弧状 我只是画的不够好而已 OK 这个半弧状叫做S 那么我这个 可是不可以显成两个积分 第一个 是沿着S的积分 第二个 是从负R 到正R 的积分 这个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这个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最后的问题是 假设你要算这个 就相当于这个部分 后面的这个部分 让它R趋近无穷大 就好像下面这个一样 让R趋近无穷大 是不是就是它 好 但是呢 你从这个来看待 我们上次说过 假设这个函数 这个total的函数 在这个地方 全部都可解析的话 我管你绕什么圈圈 你告诉我 它积分哪个多 0 根本就算都不用算 所以它会等于它 对不对 但这样也麻烦 因为这样子 我不晓得这个 怎么分开来算 因为当初要算的 就是这个 这个不会算 你要算这个 假如这个也不会算 那就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尤其当我们要算这个时候 R是趋近无穷大的 那就相当于外围 这个湖状是从无穷远处 跑到无穷远 再从无穷远处 再下来到这边 那怎么算 不知道 但是假如 这个圈圈 里面包含着某些点 不可解析 那不是相当里面 有些破红吗 对不对 假设有个点不可解析 我们想到 这一整圈的积分 就相当于 在这一点旁边的 积分 就相当于 2πi乘上 这一点 在这个位置 这个函数的流速 假设有两个点 一个点 两个点 就相当于 这两个点 积分的相加 就是2πi乘上 这个点的流速 再加上2πi乘上 这个点的流速 答案就变得很容易了 对不对 我们当然很希望 这里面包含着某些点 是有问题的 好像有问题 反而变成 很好的一件事情 OK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子做 假设有 那么我们这个呢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 2πi submission 这个 fz的流速 管理有几个 sum over all pulse in the upper half plan 对不对 这样不就好了 那有人说 老师 我不喜欢朝上绕 我 绕不可以 没有人说不行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 一条路这样下去 然后从下面 从下面绕回来 当然可以 只是加一个 负号而已 因为绕的方向 不一样而已 对不对 你爱怎么绕 是你家的事 OK 现在只是说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习惯逆时钟 而且我们这个 积分时钟 负穷大到 正无穷大 那我们这样子 画起来 绕上面 完全一样 又是逆时钟 而且这一段 又吻合 这边这个 趋近的方式 那会比较简单 对不对 那这样子 不是很棒吗 对不对 那剩下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要 研究的一个东西 OK 好 我们来看看 那假设 可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呢 我看看 我们要不要用了 这边的公司 不用了 大家等我一下 快要结束了 我很快的 将这个概念讲完 下一次 还会复习一下 干嘛 女朋友在找你呢 是吧 OK 那这样子一来 这一个 负R到正R的 FZ FZ 底Z 是不是就等于 2πI Submission Residual FZ的Residual 再减掉 S FZ 底Z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这上哪边 上半平面 的点 我就这样子画 好吧 一条线 画个尖尖 就要上半平面 上半平面 所有的Po OK 这个是什么 现在是问题所在 我们来看看 Let Z呢 可以等于Exponential I Z 这个没有问题嘛 要乘上个半径 好了 它未必强度是1 它是大R Exponential I 那么相当于S呢 S就相当一个 怎么样 R 就等于R 然后呢 FZ是从0 到π 对不对 因为它是从这边 绕到这边嘛 假设半径是R 它角度是从0 刚好 0到π OK 所以这个时候 怎么样 因为FZ的本身啊 一定有个极大值 OK 假设Z的本身 它有个半径 大R 大R呢 蛮大的 我们让它呢 会等于某一个数目字 除以你的半径 的平方 类似这样子 也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这边一定要等于某个数值嘛 因为你这个是Rational 有理数 不可能发散啊 既然你不发散 你就一定有一定的什么 极大值 反正我就把 比你极大值再大的 叫做这个好不好 我写在这边 这一点都没有问题 把ML呢 inequality呢 这个公式告诉我们 假设这个FZ DZ 你对着一个路径的积分 这个积分 一定要小过于 怎么样 你这个极大值 K 除以大Z的平方 乘上 这条路径的长度 路径的长度 不就是这条弧线的长度吗 圆的周长是2πR 这只有一半 所以叫做πR 对不对 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么假设你让R 趋向也无穷大 OK 记住哦 这边是半径嘛 所以我这边 喜欢把它写成为 大R的平方 乘上πR 所以R跟R消掉 对不对 所以呢 当R趋近有道 无穷大 这R不是在分母吗 是不是这个数字 就会趋近于零 那你这个积分的绝对值 要小于这个非常小的数目字 非常趋近于零的数目字 那是不是你要更B近于零 所以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以后逼近一点 既然逼近于零就没了 多棒 上半平面的Singularity点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时速的积分 就解决了 对不对 记住哦 你这个时候已经 我要让他等于零 要有个条件 还要趋近无穷大 那么这个 不就是这个 这个不就是他了吗 答案就跑出来了 谢谢大家